有一位刚接触养多肉的一位新手 在后台发来这样一篇私信 多肉多久才算复盘 如何判断如何看 这是刚栽种下气一段时间之后的多肉 上盘之前呢 我们所需要对它做的就是进行修根除菱 浸泡一些多精灵量根 最后呢上盘就可以了 挑选一些我们所熟悉好的一些多肉专用途栽种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判断它是否有没有浮盘 我们可以用手轻轻的提拔一下 如果比较接触的话就证明它浮盘了 这样用手轻轻的推着 晃动幅度比较大的话 它没有完全的浮盘 这时呢我们就不要随意搬动它了 放到一个环境通风的位置 让它慢慢的生长慢慢的浮盘 最后呢适当的给它补充一些它所需要的养分 让它慢慢的浮盘生长就可以了 使判断多肉有没有浮盘 就是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可以看一下这些叶片 如果比之前长的叶片比较多 就证明你它浮盘了 因为浮盘的多肉呢 它会慢慢的生长新叶片的 进入正常生长阶段 适当的补肥了 不要在它出现一个减肥的状态下去养护 不然的话后期它会慢慢的增长 伪念导服可以在里面添加长效抹肥 结合多肉水溶肥的作用下 就能够充分的生长了 抹肥放多不会造成肥害 助生长助根的作用的 防止导服伪念烂根 我们平时给自家的多肉浇水 可以餐和少量的营养液 一起做浇灌就可以了 又能补水又能补肥 一级两得 咱们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对水做一个浇灌 用到一个尖指壶沿着边缘 慢慢的做一个浇灌 散透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分享多肉如何判断 有没有复完 用这两招 这两点去判断就多了 好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